哈喽,大家好,我是金金小莹 今天我们来做这款超好玩的马花编夹 这个是我看Ince的一个博主做的 然后自己把尺寸大概研究了一下 然后总结出来的一个成品的一个尺寸 开始吧,跟着我一起做 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啊 眼睛看是看不会的 整个过程就像变魔术一样 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步吧 首先我们需要裁一个8乘以3厘米的长方形 3厘米的两端把它做好标记 每隔1厘米我们点一个点 其实相当于把它三等分 下面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把这两个点需要连在一起 那连之前我们上面和下面各留出1.5厘米 就是在下面的这个上面的位置留1.5点一个点 然后在下面的位置留1.5厘米点一个点 把这两个点中间连在一起 另外一侧也是同样的操作 上面1.5下面1.5连在一起 画完了以后它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1.5上面1.5中间的线连在一起 下面我们需要滚刀这个工具 如果你没有滚刀用剪刀也是可以的 我们把画实现的这个位置用滚刀把它滚开 如果是剪刀的话我们就这样把它对齐 对折了然后再用剪刀或一个很小的口子 就这样用剪刀把它剪开 现在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看它分了三个部分 我们先把右边的翻过来 左边的抬起来把手从下面掏过来 这样有个洞绕过去 要仔细看视频啊 我觉得用说的是描述不清楚的 翻过来以后看下面 下面同样是有三条对不对 那么我们把最左边的这个掰到上面来 然后把中间的这个拉出来 这样它们两个中间有一个洞 把下面的这个翻回去 好了它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有疑惑说我做成这个样子 一定是没有做好 没有啊它是做好了 如果你是按照前面我的步骤 一样的去做的话 那它就是正确的 你需要做的是把它反过来的那一面 把它回正 所以你要看一下前后 把方向拧对 它就没有问题了 不要怀疑自己 你就按照它正面的那个方向 把它从最顶端的那个根部 到最下面的那个根部 让它正面的那个方向都朝上 它就对了 再拉一拉 它就变成正常的一个 麻花辫的一个样子了 就像这样 如果你觉得它的形状还不太好 你主要先要调整的是 它上面和下面的位置 把它拉一拉 就像你在调整鞋带一样 把它拉好了以后 它整体的那个麻花辫的形状 就会看起来很平均很好看 下面我们要做的 就是给它背面贴上布枝布 并且粘上水滴夹 在粘水滴夹的过程中 我们是把它整体先粘到一个布枝布上面 打胶的时候要一点点打 先从最上面打一点 把它粘住 然后再一点一点 一层一层的递进 把整个夹子都粘上 这样粘好了以后 我们要沿它的轮廓 把多余的布枝布给剪掉 如果两头你想把它修圆的话 你也可以把尖尖的那个部分 直接剪掉 或者是留着现在的这个轮廓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点赞收藏加关注哦 这个地方你如果想把它剪成圆弧形 它是有一个技巧的 要记住剪到不要动 是这个夹子在转动 这样你剪出来的这个弧线 就会比较流畅